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福贵生性放荡 整天在外喧哗问流 父亲骂他是孽子 不务正业 他却在心里抗衡 说自己父亲也败家 祖上的田地已被折腾掉一半 凭什么要自己光宗耀祖 福贵的女儿凤霞已四岁 媳妇又怀了二胎 可他仍玩性不改 物质生活极度奢侈 心灵却空虚寂寞 他开始频繁进出赌场 想把父亲手上败掉的一百度亩地挣回来 可沾上毒瘾的人就如同踏进地狱之门 最后一次赌博 福贵碰到赌场老手龙二 那晚 福贵的手气特别好 赌红了眼的福贵 就像脱缰的野马般不受控制 被龙二算计的福贵赌到天亮 输得彻彻底底 人生所有的退路都被他斩断了 钱永远是安全感的来源 连温饱都成问题 哪有尊严和底气 没能力对抗生活的风险 身上的霸气瞬间荡然无存 二 失去依靠 福贵的父亲知道他把家产都败光了 气得在床上躺了三天 可欠下的赌债终归要还 百亩良田和一幢大宅 只换回三担铜钱 让福贵挑着走十几里的路 进城去还债 福贵挑的绸衣都磨破了 肩上的皮肉渗出了血 都不敢抱怨 他才挑一天 就累得快要散家 也终于知道 祖辈挣下的那些家业 有多不容易 老宅永远回不去了 福贵一家只能搬到茅屋去住 他父亲原以为老了 能死在自家的宅院里 却不曾想 一条老命摔死在村口的粪缸上 世上最遗憾的事 不是从没有得到 而是曾经拥有 却不珍惜 悲痛后悔 却为时已晚 能帮他的人都走了 留下的是一个裹着小脚的母亲 和一个年幼的女儿 福贵低三下四地 向龙二租了五亩地 开始耕作 人生的一手好牌 被他一步步打烂 能力配不上拥有 又狂妄自傲而不自知 一切都会慢慢失去 有位作家说 命运再好 也要经历风雨和黑暗 境遇再糟 上天也会为你 预留一片阳光 只要你用心寻找 就不会永远 站在阴霾之下 一个家已残缺不全 被撕扯得四分五裂 可只要活着 就还有希望 家珍是个善良的妻子 她割舍不下丈夫和女儿 在娘家生完儿子半年后 又回来了 福贵的生活热情 又从心里生起 家珍穿上粗衣 每天跟着丈夫下地干活 福贵也懂得了心疼女人 干一会儿农活 便让媳妇歇息 可这种幸福的日子 没过多久 福贵的娘就生病了 她到城里去找郎中石 被抓去当了壮丁 这一去便药无音讯 家珍四处打听都没结果 福贵背井离乡 十分想念亲人 可战火纷飞的日子 看不到希望 而天无绝人之路 两年之后 受尽磨难的福贵 被优待战俘的政策释放了 劫后余生 总是悲喜参半 回到家 母亲已去世 女儿凤霞 也一场高烧便雅 贫穷的年代 日子过得举步维艰 小儿子有庆 成了一家的希望 可县长夫人难产时 有庆被学校叫去输血时 身体透支而死 噩耗传来 福贵心疼地受不了 渐渐地福贵想开了 儿子死了 还有女儿 生活总归还有盼头 可命运似乎不垂怜他 凤霞嫁了个好男人 可在生孩子时难产而死 不久 女婿也在工地干活时 出事故去世 只留下孙子苦根 悲剧一次次上演 家珍之前就得了软骨病 一对儿女相继去世 她受不了打击 也撒手人寰 生活的暴击 让福贵悲痛欲绝 可有孙子在 香火还能再延续 更让人欣慰的是 苦根才五岁 就已是个好帮手 然而命运最终也没放过她 物质缺乏的年代 食物有着致命的诱惑 苦根七岁那年 吃毛豆撑死了 一个个希望在眼前破灭 一个个寄托都不复存在 生活有太多的阴霾 命运笼罩着层层迷雾 人的一生 终归要靠自己成全 作家习慕容曾说 挫折会来也会过去 热泪会流下也会收起 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气馁的 因为我有着长长的一生 人生就是一边失去一边成长 只有与过去握手言和 才能活得潇洒自如 就像有句话说的那样 时间的力量是无穷的 它会擦拭过往的印记 抚平伤口 也能将过去的自己 塑造得焕然一新 好了 今晚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主播孝红 祝您晚安